各位Digi Mobi 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聚餐三寶飯的單元 要跟大家聊聊Rung In 那什麼叫Rung In呢 簡單來講就是所謂的磨合期 一般來講我們買了新車 車主手冊 或者是一些那個擋篷玻璃都會貼 磨合期間要注意的事項 那一般來說可能是前一千公里 他會說你盡量不要全油門 可能最多最多只能用最高馬力 轉速的三分之二 比方說最大馬力出現在六千轉的話 你可能油門再怎麼踩就四千轉 就已經是緊繃了 然後呢在Rung In期間 你盡量是不要讓他這個 急起步急剎車 就是讓他在一個比較平順的狀態下 完成Rung In的動作 那其實Rung In不單是指引擎 包括是你的剎車 你的來令片 包括你的輪胎 尤其輪胎 在出廠的時候其實上面是有一層那個脫模劑 那你還是要讓它跑一跑 讓它摩擦這樣自然的把它磨掉 那像剎車也是 你兩個完全沒有Rung In的表面 其實你剎車距離會比較遠 那你隨著Rung In讓它咬合越來越好的話 剎車距離也會變好 接下來呢還要提醒各位注意 如果你買的是中古車 或者是你的車 新車已經開了一段日子了 發現說來令片要更新 或者是輪胎已經磨光了 所以你又換了新的來令片 新的剎車跌 或者是新的輪胎 請注意 一樣要Rung In 怎麼Rung In其實很簡單 你一樣維持你的日常用車 可能里程行駛個一兩百公里 就差不多Rung In了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因為你新的輪胎或新的剎車 在雨天 記得保持更長的安全距離 那即使在普通的乾地 也同樣比平常維持更長的安全距離 這樣子你才可以有足夠的距離殺停 那我們今天聚吃三寶飯到雲 就到這裡結束囉 拜拜